哇! 头地不舒服 头地不舒服 我看到一个人在天上 我看到一个人在天上 现在主要是往下平址 往下看 往下看 看到那个长江水 看到长江水在长江的南岸 从天上往下看 看着那个黄黄的水 看着那些黄黄的水 那些人民污染的水 没得发青 虽然外星人在陆地想把这个水 进化干净 但是呢 进化干净以后 然后如果他们再往里面拍屋的话 不是 这个就是永远没完没了 永远没完没了 所以正在发臭 所以在发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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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这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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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个长江啊 长江那个 长江四川一带 长江四川一带 开始 四川一带开始 就有那个核子 排到降临了 就有核子排到降临了 就有核子排到降临了 然后一路下来都有 一路下来都有 所以你从那个四川 再往下游方向的话 看起来那个 一切都很旧 看起来 长江边上一切都很旧的感觉 很成就的感觉 很成就的感觉 为什么有成就的感觉呢 就是能量被核子卸走 能量被卸走的时候 然后看起来东西就很成就 很成就 然后那个 在那个清藏后院 在高处的地方 在高处的地方 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有点生气 有点生气 有些人寄住的地方 活动范围 人寄住的比较少的 很少有人跑到那边 高处的地方 看起来就有点生气 所以地球上 很多的能量被那个核子卸走了 甚至那个核子卸得太多一刻 核子太多一刻 地球里面粘连的力量就弱了 粘连的力量弱的话就容易碎掉 容易碎掉 你看碎的最明显的就是那个 变成沙漠 一吹也哇 就都卷起来了 都卷起来了 这就表明不解释了一点 表明这个就不解释了 情况就这个样子 情况就这样子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